中诊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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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主题 当然要诺一下like 由杜汶集事件讲起 杜汶集事件已经已经讲过了 但魚波很值得討論 其實不是他與情理論之間的關係 而是牽涉到貸貸的問題 我們大量接受資金的人 當中有錢有些沒有錢 我們都當作是貸貸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例如拖掃 這宗新聞顯起了一個 究竟誰對誰錯 也有少少爭論 但大家一致認同 甚至引起很多KOL出來 追加攻擊 例如我們印象最深刻 就是斌明指責同一件事 杜汶澤這件事 引申了香港一個嚴重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拖糧是沒有問題 斌拉市做得就要吃得鹹而抵得渴 三個月就沒有人出 就很正常了 你們有沒有人性 你還要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當然我要提醒這幾位主持 我們已經夠討厭 你是不是又想用一個 很討厭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我就是 你認為假設我們洗第一次 能否認同我們 被人覺得很討厭的印象 你應該反過來 就算我們幫回一些群眾生怨 難道我們就會不客人 沒錯 這是真正的問題 但我先說一下 這個人是拖數的問題 不是拖糧的問題 拖數和拖糧法律上是有分別的 拖糧是真的犯法的 所以很多網民都搞不清楚 另外一個要澄清的 首先就是一個 除了拖數和拖糧這兩個問題 要分開處理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他開始討論的時候 就說有沒有搞錯三個月 但大家開始說三個月 所以韓規是三個月 就是另一回事 所以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是不是做完要馬上出流 即是數期 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合理地去 我告訴你 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數期 一個就是答應了你這麼久 三個月 你變了六個月 那就拖了 我身邊的朋友 怎麼看這件事 我三個月 都不算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有一件事 沒有什麼好爭 也都很浪費時間 就是他起初答應了 一個星期結帳 他拖了 爆完 現在三個月才結帳 你無論如何都是錯 這樣就對了 但我關注重點 反而是 假設我講明 假設他沒有講明 一個星期結帳 就有很多人說 做得自由 當然是三個月 我們每個做自由 都習慣了 然後就另一群人說 誰告訴你 老鳳三個月 為什麼不可以馬上結帳 就是因為你們 做壞了規矩 你們這些老闆 什麼都接 你還有一群為虎作長 CWI的正後群 還去幫這些人說 我有個朋友 甚至說到什麼 所有支持這些潛規則的人 其實就是支持那些娛樂圈 就是那些傘 為了要上位 就要陪導演上場 你們覺得全部這些東西都是對 你才會覺得拖糧 拖三個月 拖數拖三個月 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怎麼看呢 太討厭了 你說李章會太討厭 你現在是沒錯 雖然我本來都不是好討厭 你本來是好討厭 是嗎 是 你幫我做事要找到這麼快 不是 你叫那些傘仔 陪那些傘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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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過戲的 我拍過戲的 我知 每個人都猜傘仔不是給你潛規則 而是給那些導演潛規則 問題是為什麼會有潛規則 潛規則是因為你的 如果說是一個電視台 應該要貼錢拍戲 因為梁朝偉和古天樂 不用貼錢拍戲 人家要求你拍 你可惜不是 你要用另一種方式 因為實際上 人家就是吃滑了你 為何人家這樣 TVB這麼低薪 TVB這麼低薪 他已經覺得因為你要符合 跟我們大學一樣 為何在大學這麼低薪 又覺得你掛著大學教授 大學廣市的名字 益了你 所以為何你的薪金會低於中學 就是這樣 TVB在它來說已經很高薪 因為你其實那個職位 你直接要貼錢打工 現在我給你錢 那你迫著上位 沒有潛規則 不是T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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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他地方 不是電視台 TVB沒有潛規則 是其他的電影公司 我幫你修正 我不敢說TVB有沒有潛規則 其他沒有開名的那些 我就這樣說 不是 不是 我又說某報的記者也是 我記得 即是你去見工的時候 某報的編輯會跟他說 喂 你在我家報紙做事 益了你 所以你這些人工 是賺了的了 那意思就是這樣 當然不是這家 當然不是這家 問同事 但現在的重點就是 你們怎樣看拖樑 這個拖數 我們要補充一點 什麼是拖樑和拖數 其實 拖樑應該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就叫做僱傭關係 現在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公司 我們都不是跟他有僱傭關係 我們可能是自僱人士 我們一間公司 和公司簽一個合約 這樣拖數就是很常見 更加常見 因為拖樑受到法律保護 而拖數不是 拖數的問題 但是他會覺得 你仍然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一個負責人士 我們做負責人士 很空閒的 一個負責人士 其實是想接你的工作 其實你想接你的工作 即他是一個 一個是 買家市場 賣家市場都搞錯了 總之 賣家是大了的 賣家是大了的 即是你不做 他就找別人做 大把人做 沒錯 永遠都是 因為是他選擇你 永遠都是他選擇你的 所以你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你不做 大把人做 那你不會平價 為什麼你不會平價呢 因為 你如果平價的話 結果都是更差 你其實不會因此接多得做 我簡單說多一點 其實周遠大師的意思是什麼 有很多人就說 這些負責人士 你們應該 就要寫明那份約 一過七日 就叫做拖數 我們就拿這份 去小黑錢罩 去告你們 對 又或者如果老闆一向都拖開數 你就不去接 現在就是這一行 有一些愛群之馬 經常去接這些工作 搞到這個市場爛了 變了老鳳拖數 對 但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上 如果這樣 你做愛群之馬 你停了 不是一個做愛群之馬 那問題是 講這些東西的人 其實自己都在做愛群之馬 沒錯 或者他曾經做過 到已經做到 有些Barking Tower的時候 老實說 我做獨立的 沒有面對過這個問題 其實是 Kelvin 你來分享一下 你遇到拖樑老闆 拖數老闆 為什麼會沒有呢 實有你遇到老闆 一定是拖數的 你通常會怎樣應對呢 如果遇到拖數的老闆 是 我很幸運 我出現過一次 類似是拖的 而且我不知道 是中間人幫我付錢 於是我就不發覺 其他那些 拖數都很快 所以 我又不是太過等錢用 所以你遲一點給我 我就不記得 很多時候他們追回我 我經常是這個 我講一個拖數的人 當初有一個拖我數的人 叫做網易文 拖我 不要計其他數 那時英革博 幫他寫過 幫他出錢 他發了一張 八千元的票 很久之後才發 那時我在加拿大 我寫了給我 我在加拿大不能進行 發香港進行 但發香港的那一刻 他就沒有了錢 即是他在開數 發香港的那一刻 發香港的那一刻 他就收拾了一張工 沒辦法實在 我呢 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 就是 喂 我們接公司 你一定知道 哪個好老闆 但是不是代表 你只會接好老闆的工作 而不接好老闆的工作 不是的 我們如果遇到一個 壞老闆 通常會怎樣 開高一點 分別就是這樣 我這個 就是這樣說 你好像計算利息 你知我這個是半年才結帳 最主要麻煩 那就是開高一點 他肯做就接 不是就不接 我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件事 我們做現在手頭的事 和做雞一樣成本是零 你成本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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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成本是零 其實你不可以 價落去 因為你如果 你會影響到整個收入 但問題 因為你的時間很多 如果我們接到 不停手的時候 就一定是 首先停了 就是 現在我們其實 我們 所有 當時 你將工作的價格高 然後 寧願是很空 寧願很空 即是你將十分一的時間 是拿來做開工的 然後剩下十九成的時間 是很空 因為我們不想 亦都不想做太多 因為做太多 價落就會很難上來 我再解釋一下 所以這個所謂拖不拖數 是一個合約的條款問題 其實只不過沒有寫合約 有誰人 你說這就是行規 各個不同 但你知道這個老闆就是 如果拖會買 我們經常說負財 三個東西 一就是錢 二就是量期 三就是他經常改你 你便在計算 這個老闆是經常改的 那我數期便要準 我薪金便要高 這個老闆經常拖數 那我便改少一點 做點東西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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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永遠都有這個計算 那現在坊間的公司 為何大家都這麼同仇敵蓋 就是因為覺得 這件事是很不合適的 我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看 例如工業革命的時候 你都可以說 你不做那些煤礦工人 有很多人做 那是否這樣叫對 搞到煤礦工人經常都死 搞到他們 在很惡劣的環境裡做 所以你們便要去保障 為何現在我們不可以想法 去保障一些 我只不過去想 例如說 一個類比 你可能未必適合 就是實用面積和建築面積的分別 你說你不喜歡 建築面積 那便改了 所有面積給你 那你說 你要全部準時出糧給你的 我便全部準時出糧給你 我便帶個價格低一點 對不對 即是你的競爭下 你的供求 市場的力量 一直都會在 你如果透過一些法例 去逼他們 早些 不行的 半年不行的 三個月不行的 要給我先 要不就會有人私底下 都先做了 你不馬上給我 我先做了 再不是的 大家的價格會再降低 即是你的私人 每個人都設定到這麼緊 你的薪金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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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我供求都可以做 始終都可以做 成班人都好像 甚麼都肯接的時候 他會私底下跟你說 要我馬上給你 不是的 我都可以不馬上給我 你跟我做多幾次 我真的不會供應的 或者你接工作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會說 我可以修持兩個月 可以給我做 是的 這個問題不是這樣 我講真正會發生的問題 是怎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事 就是他首先 幫我稅子給你 叫你初財的時候 你叫你做事 那家庭好 做事沒有問題 先持後貨 我先持後貨 然後下次就說 不如你再收便宜些 我積磅 那你收便宜些 然後下次就收便宜些 再不免 你正好急 快點搞一下 香港人我給錢 香港人便宜些 這樣便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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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收過他的錢 你知道他會付錢 所以你信任他之後 你覺得好過找個生 其實跟你之前說的做雞一樣 做生就不如做熟 做熟的人 你知道了 做字 不懂不熟 類似 情況就是這樣 你信任老闆 其實你是不敢 我說回這件事 很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其實你問我 如果有人拖數 我覺得無所謂 大前提是 你說拖多久 你說半年 我便自己考慮做不做 這件事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你說一個禮拜內 結束三個月 最討厭的地方 最討厭的是你罵他 最討厭的地方 最討厭的地方 我想說少少少 還有一個說法 因為我上網找過 外國其實都遇到這些 無保障的問題 他們的解決方式 或者提倡的解決方式 是甚麼呢 就是成立工會 上次也有說過 李卓人那一集 即是工會 演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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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實際上沒有人會預備 成立工會 成立工會 這就是我一個問題 為何有那麼多KOL出來 譬如有不明的出來說 怎麼搞錯 現在那個歪風吹得那麼烈 還有一些人去助長他 你既然作為一個代表人 你應該成立一個職業公會 讓我們加入在一起 以後有甚麼事情 由這個工會去統籌 幫我們追溯 可以保障到我們的權益 還有一件事 因為外國演藝人 全部都是跟經理人簽約 那時候你的收入 就是決定了 但是你想誰寫 你一定會找一個經理人 但如果我們去做的話 那個人 我們收了錢 接著之後 我們參加了那個 平安士工會 不過我們收了錢 收了十萬 其實收了一萬 就難以給你兩千 當然 大家都有得追 我又覺得不需要看到這樣 但我同意一件事 你要搞一個工會 就要放水 就要加會費 就是這樣 那有哪個 平安士 肯願意為你那幾千元的工作 最慘的是甚麼 最慘的是 你做得出名了 變成要選擇工作 接著那些是比較有實力的 我為甚麼要 我不用參加工會 我不用參加工會 但那些人才會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你結果的意思就是 有能力那幫揮這些權益 那幫平安士 是不稀罕 去成為一個工會 而很弱勢那幫人 其實他們 根本就沒有錢 所以我肯出來 但他們最容易面對這些問題的人 就變成現在真的上了位 那些會不會因為 你自己出於覺得 誠客行業的關係 不是出來上幾篇 罵人 接著就繼續做你 你上了位的事情 那些人 他自己年輕 還未出名的時候 不是一樣是 是不收錢 又只拖延 又不出聲 你會不會有一個長線的看法 所以我其實 不是說絕對反對 說這個批評是一個問題 只不過用甚麼方法解決 如果你只不過吵一下的時候 那吵完就算了 吵完就算了 是的 又或者說我不是一定要 是這個立法怎樣的 準時 那這些是幫不了的 只不過是會令價格再下 你真的有機會做得到 就像你這樣提議 做工會的話 但是 是不是這麼團結 是不是上了位 有能力的人 都可以敢住 關照一下 我當下周圓大師 是上了位 有能力的人 那你會幫我們交個工會 喔 交會費都可以 即是交會費 交會費 交會費 沒問題 但是整個工會 真的要鼓天樂式 很有心有力 才行 好 那就到這裡